12月13日路透社报道 澳大利亚铁路运输公司Orazen的工会发表声明 多日以来围绕工人薪资的谈判已经破裂 该公司的煤炭铁路工人计划于13日举行罢工行动 Orazen方面表示 受罢工计划影响 从周五14日中午开始 骑煤炭列车将停运24小时 可能会影响澳大利亚的链胶煤出口 煤炭铁矿石的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了46% 对于澳大利亚这个坐在矿车上的国家而言 煤炭一直以来都是主要的出口产品 不仅能够提供本国75%的电力资源 还能创造大量工作岗位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 2017年澳大利亚的煤炭出口产值达到565亿澳元 刷新了六年来的最高纪录 就连澳大利亚矿业委员会也曾指引 煤炭就是澳大利亚工业的基石 而中国自转变为煤炭进进口国以来 一直给澳大利亚提供了不少大生意 近几年来中国平均每年要从澳大利亚进口近10亿吨的煤炭资源 其中焦煤和动力煤分别占据了国内总进口量一半以上 作为煤炭大国的澳大利亚自然是从中赚了不少 去统计在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中 光是煤炭和铁矿石产件就贡献了近46%的份额 中国不买铁矿石之后再次减少澳大利亚煤炭进口 如今中国不买铁矿石之后又开始限制煤炭进口 澳大利亚总算尝到了苦头 自年中以来我国的煤炭进口量接连下降 今年9月我国进口煤及鹤煤2514万吨 比去年同期下降降了7.18% 较上1月更是下降了12.35% 煤炭行业分析师表示 中国煤炭进口占澳大利亚纽卡斯尔 港出口动力煤的25% 对于澳大利亚而言 要找到一个能和中国匹别的买家并不容易 如今失去大客不久的澳大利亚 又偏偏遇上了煤炭运输业的罢工潮 可算是无漏减风连夜雨 只可惜目前中国国内煤炭资源充足 恐怕很难会对澳大利亚回心转意了 关注金石数据头条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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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